立山派出所远近陈永光日前执行巡逻勤务 发现立山村通往伦山村花66线道6公里处遭到路数倒塌阻挡 导致交通要到受阻影响两村村民的生活 为了避免往来人员及车辆危险 立即封锁现场并实施交通管制 并报请伦山村长及乡公所清洁队人员前来排除 立山派出所远近陈永光之前执行巡逻勤务的时候 发现立山村通往伦山村花66线道6公里处遭倒塌的路数挡住了去路 导致交通要到受阻无法通行 影响到两村村民的交通安全 为了避免来往的人员以及车辆危险 立即封锁现场并且实施交通管制 并且也通报了伦山村长以及乡公所清洁人员前来排除 本局长表示山区的气候比较不稳定 时常会有午后的雷震雨发生 因为雨势以及风势的影响 容易导致路基松软不稳 土石容易崩落 树木更是容易倒塌 有呼吁民众进出入山区时 应该要随时注意天候路况 尤其午后的山区特别要注意小心慢行 避免发生危险 记者高雙雙卓西乡采访报道